大家好 今天要和球迷分享的话题是 中午12点 您说好双方重大决定 中国球迷肃然其境 姚明没有看错人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CBA临赛 聊一聊啊 北京首钢 众手周知啊 本赛季北京首钢 在常规赛中取得24胜 14负的成绩排在第7名 因此啊 北京首钢接下来将会迎来 于吉林队的富家赛 那么北京首钢啊 也是CBA的三冠王球队 以强硬防守制成 那么北京首钢面对吉林队的比赛啊 双方整体实力啊 起步相当 北京首钢拥有强硬的防守 而吉林队呢 拥有超级外人得分能力啊 非常的驱适 那么因此啊 双方球队 谁能够将自己的优势啊 发挥到极致 谁就有机会晋级到下一门比赛 那么提到北京首钢的整体阵容啊 我们就不得不谈一下了 球迷们非常喜爱的林徐豪 作所周知啊 本赛季是林徐豪 加盟北京首钢的第二个赛季 那么林徐豪啊 也是西边的优质外人 本赛季啊 林徐豪 场中可以拿到13.4分 外加4.7次助攻 在北京首钢的战区体系中啊 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中所周知啊 林徐豪 在球迷口碑中啊 非常的好 那么在 上个赛季啊 这个林徐豪也是啊 做出决定 每投进一个三分球啊 将会向慈善思议了 端款三千轮 那么在近期中午12点左右啊 根据媒体报道啊 林徐豪再次宣布了一个重大的决赛 那就是啊 在接下来的季后赛中啊 自己每投进一个三分球 将会给慈善思议了 端款多达七千轮 有之前的三千轮了 上升到七千轮 可以看出啊 林徐豪确实是一位啊 非常有社会责任感 充满正能量的优质外然 那么很多中国的球迷啊 看到啊 林徐豪宣布的重大决定 将会为慈善思议了 再次端款啊 球迷们也是啊 肃然其境 那么其实啊 林徐豪加盟西别林赛 一个方面呢 是为了回馈啊 中国广大喜爱他的球迷 另外一个方面呢 林徐豪也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啊 来推动啊 慈善思业 崭性区人 作为职业求人的社会责任感 那么林徐豪当初 加盟西别林赛啊 姚明先生也是非常的支持 那么姚明先生呢 曾经也流洋 流洋大球 跟林徐豪啊 关系非常的好 那么呢 本赛季 西别林赛 再次啊 引进林徐豪 这位优质外人 可以看出啊 姚明先生呢 真的是没有看错人 那么林徐豪 通过自己的慈善主动 以及啊 场外的正能量行为啊 也是可以提升啊 西别林赛的良好形象 让更多的球迷啊 关注西别林赛 这对于啊 这个姚明先生 所提倡的啊 这个加强 西别林赛的人文关怀 也是啊 不谋而合 那么因此啊 我们可以看出 姚明先生呢 看到啊 这个林徐豪的决定啊 也会非常的开心 做球迷啊 我们也是 坚决的支持 林徐豪的决定 同时啊 也祝福啊 林徐豪在接下来的 结合赛中啊 能够带领球队啊 再创佳击 大家认为呢 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